中美掐架韩国造船业躺赢 就在上个礼拜 美国五大工会又搞事了 他们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申请 说中国造船业抢了他们的生意 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造船业发起调查 而拜登也顺着话都说 会根据法律严格审查情愿书 原本我以为 这老美打压中国造船业 又是两家的一次工业交锋 可结果没想到 韩国媒体竟然开心的跳出来说 韩国造船企业是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 当然他们这么开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韩国的分析师认为 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造船业制裁的话 那么韩国就能吃下美国的油气运输订单了 所以在拜登公开承诺后 韩国五大造船厂的股票期期上涨 其中涨的最多的就是三星正宫 但日涨幅达到了13% 其他四家最少的都涨了4% 这美国要制裁中国造船业 难道真的便宜了韩国 未必 首先美国制裁中国 可跟便宜韩国没啥关系 纯粹是内部的又一次利益分配 美国造船业从上个世纪末开始 就因为他们的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没落了 连造个航母都拖拖拉拉 确实的零部件都有5500种 所以根本就不是中国抢了他们的生意 而是美国造船业自己不行了 所以在这一次申请里 五大工会还写上了具体措施 比如要得停靠在美国港口的中国船只收税 成立补贴基金 以及要求美国政府多下单给他们 扶持本土造船业等等 换句话说 他们这是在跟美国政府要补贴呢 而拜登政府在收到申请后 也煞有其事地说 将会在4月26日之前给出答案 即便是真的要制裁中国造船业 也需要一年时间才能给出具体的政策 要知道 今年拜登可是面临连任大事 之所以有这样的承诺 无非就是想拿点工会的选票而已 至于一年后 要不要对中国造船业进行制裁 那等选举成功再说呗 而对于韩国来说 即便到时候美国真的行动了 他们能不能接得住这颇天富贵 都是个问题 因为他们自己的造船业已经危机重重了 最近几年 韩国的新船订单远远落后中国 于是他们酸溜的表示 韩国承接的都是高附加值的船舶 利润比中国船厂高多了 所以质量大于数量 乍一看好像挺有道理的 在中国接单的船舶数量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低端船舶 而韩国在LNG船等高端船舶里的市场占比 依然比较高 所以利润多也正常 但其实与大家的印象刚好相反 韩国的高端船舶 其实压根就不赚钱 甚至比我们的船厂真的少多了 2023年 韩国造船海洋 韩华海洋 三星争攻三家造船企业的净利润 大多在1%到2%左右 而这还是2012年第四季度以来 三家首次共同实现盈利 之前要么就是今天你亏本 明天我亏本的情况了 作为对比 我国杨子江产业 23年总收入 241元人民币 净利润达到了41亿 净利润率在17% 是不是很难想象 中国造船业的净利润 竟然比韩国造船业好过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 导致韩国造船业不挣钱的 说白了 还是老美害的 造船业是一个高杠杆的行业 生产周期长 一般在一年到三年左右 而建造船舶所需要的材料 都需要提前购买 还要准备一大堆的设备 人工成本都需要提前预付 而船舶公司借订单 往往同时几十只船在做 这么高的成本投入 基本上都需要船舶公司向银行贷款 而贷款产生的利息 就是船舶公司的成本了 在前几年 美国为了降低国内通胀 疯狂加息印钞 导致各国也只能跟着加息印钞 来对抗美元的大水漫贯 韩国也是一样 为了抑制通胀 也在分款加息 导致韩国造船产的贷款利息 越来越高 可中国却不一样 中国为了对抗美元加息 则选择降息来促进经济发展 所以国内造船产的贷款成本 甚至只有韩国的一半 就拿LNG船来说 韩国建造的LNG船生产成本 基本上比中国的 要贵上1000万美元左右 除了成本高外 韩国造船业还面临其他严重的问题 比如从业人手不够用了 2022年时 韩国造船业的从业人数 只有95000人左右 而2014年 这一数字还是20多万人 换句话说 8年时间 韩国造船业的从业人数 减少了一半还不止 韩国的人口 本来也就5000多万 生育率又在不断降低 即便是年轻人也在疯狂的内卷 不是想要考工上岸 就是去大厂上班 谁愿意去做又苦又累的造船行业呢 更关键的是 韩国在高端船舶的领域优势也不多了 比如韩国擅长的LNG船 2022年 中国已经拿下了30%的份额 而且还攻克了LNG船上 最重要的英瓦干材料 成为了全球唯二能够生产英瓦干的国家 而韩国造船厂 还得向法国公司购买 才能生产LNG船 还有航母 大型邮轮 中国也实现了突破 三大明珠都被中国拿下 已经是全球独一党了 随着中国造船产业链的不断升级完善 美国的那点政策根本影响不到中国 反观韩国 连银行贷款利息 都得看美国联系的韩国造船业 到底还能躺多久 都是个问题了